大家好 我是小刀 前段时间我直播 有好多朋友问 这个孙铁办公楼多少钱怎么卖 然后我今天就给我妈薅着来了 行的打个电话问问 刚刚碰到认识的人说了 这房门卖200万 还打吗 这个电话 最好别打了 还打吗 对 这一天200万 那你行的 你打又有网 对 一开始说是人家买下来 可能是要干养老院 你看塑缸窗都换了挺好的 然后没想到人家又不让干养老院了 所以他又专售网上卖 要不你打听问问 不会是这个 咱不买还不行问问 是不是 阿姨天天真好信 八卦 小刀 这是你爸以前那个办公楼 我爸的办公楼 爸老家曾经上班的办公楼 但是他没在这上过班 你想多了 我爸是小货车摇旗的 搬到的 嗯 房子就那个再大了吧 但是你看 炸的也是晒什么东西 产地相当大了 要买这个房子这个大 买这个房子 要不我们那个 赐老牙家的好朋友们 你们要是有相忠 那我们集资买这个 谁说要给我们尬邻居 这个离我们家还不用 尬的行 嗯 谁买这个 我可以跟他尬邻居 咱们晒什么东西啊 给他晒萌萌 无味纸 晒什么都可以 你看 这厂那边1.5百名 嗯 然后你们搁后院还可以种上地 哈哈哈 谁要买这个 我可以帮他联系啊 哈哈哈 妈 你这个房产中介越干越大呀 哈哈哈 这个哈 我不用中介有房人也说让我给我点中介费 我不要这个谁要买我给帮忙问问可以 跑腿这都没事我都不用你叫我 哈哈哈 现在敢整二三百万的哈哈哈 这个我不要中介费我帮忙可以 哈哈哈 打吧打吧 我问问 嗯 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转移 哈哈哈 你也联系不着啊 我想不说这资助约费也不行啊 这你看在广东那的一个别墅都也都百十万嘛 嗯 就是二百万还贵吗 又是分在什么地方 这个又是二百万这一栋这 多大个场地啊 这别墅多好啊 不是那你也会比你跟广东那边的比 那广东那寸土寸金的人家厂房多值钱呀 你这块厂房再不值钱那几个地方 还敢说那一个吗 嗯 这个要二百万的话 你这个取暖费一年九万十万了 对不对 这有取暖费 你没有取暖你自己烧啊 你回回家逗逗你爸去啊 看看你爸说这个咱俩买 我说那个墙小了 这个大 我先这个 看看刺牙啥猩猩猩猩啊 哈哈哈 那他把这 我吵死你 他一天撞上你自己烧就吧 看看这个大办公楼 多稀罕人 小刀曾经想跟我买 我没有 哎呀你把拉倒吧 你这牛吹的现在 小刀给我买 我不要小刀 你别买啊 小刀我回家考虑考虑的 你先别买 先别交电机啊 哎呀没提啊 啊 小刀呀 先上车啊 你现在的房子多少钱 两万块钱给你 那你这我也管嘛 还管你 哈哈哈 你不当家吗 我不当家 你这伤了伤了 他买了你不不生气 我爸妈去 哈哈哈 你爸你拿到我这孩子 他根本就不相信 哎爸 你们那个是多少平方 那个房子 那都是领导机在里边 那都是身体出单关的 我们工段车段都在这边 那个楼是属于自己烧吗 自己烧啊 已经有大锅的房 一个烧炉子的 那你心惨了 半天晚上不停的烧 我妈本来还行的 回来忽悠一下你 忽悠不了我 这个房子说的 可能是 我说一百万我都说少了 人家不带卖的 里边暖气都是老暖气 那光卖暖气 暖气片再卖海鲜了 自从下了这场雪 脑子都聪明 老爷做饭了 做啥好吃的 哎呦我的天呐 你知道我们来下脚来了 我买上鞋 他穿小了 他穿小了 然后人家不给退 你试试 他小了他穿鸡脚 你穿这个太小小 你别穿小了就行 哎呦刚行 刚好 大点比小点强 有个牛鞋 牛鞋是你的 牛鞋我都买的 那你还退回去 退不去了 个外面买 也不是个房子买的 这样要穿吧 人家不给退 人家不给退 不是个字买的 我爸还行 我回想想 你对面牛 你一会儿也不吃 哈哈 我老说了 我来捞菜他就吃 吃点鲜菜 嗯 等我到会儿 给你拿的鲜菜 下次我给你捞点鲜菜 哈哈哈 你放点鲜菜 嗯 你给我干啥 你要给我点 你 我 你真是 白鞋给你们炖排我来的 不知道你们吃这么早 老爷你吃酸菜吗 嗯 你吃酸菜吗 都不吃 我会腌酸菜 我腌的酸菜可好了 我妈说闻的味儿闻挺好的 是不是 我待会儿给你送点啊 你尝尝我腌的 我腌的 不是买的 你是不是酸菜啊 我腌的 我腌的 给个面子嘛是不是 你老说啥都吃 这排骨也不用做了 我老家十年半就吃饭 我老爷家冰箱里可多好吃的了 什么馒头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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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流动的 你钓坑你都找不着他 你给那个便宜 昨天没做成排骨炖煲米 然后直接给我老爷他们糊了点 你尝吧 我尝不进去 太烫了 你尝尝 你尝尝 你尝尝这个好吃 好吃 你尝尝吃不着 你尝尝吃不着 对就是好吃的才给你拿的 嗯 真好吃 你看 我也吃饱了 你就以后早上蒸点煲米 搬两粒尝尝 这样煲 哈哈 以后我啥都不能给我妈吃 她啥都不能吃 我老爷就吃咸的 你还不给人带 你说你这闺女抠不抠 哎哩哩哩 你哪吃了我吃 哈哈 是个铁铁的吧 我说你要纸盒子 我那平方要你去拿去呗 嗯 平方要纸盒子 你去拿去呗 嗯 因为我没有时间给你送 嗯